台灣現在政府也在推 就是說跟國際接軌 目前鄭文燦 我們市長的也有提到 就是國際化 正好就是我們推展 幾十年來 就是日本從來沒有來往過 因為說實在日本的成績 都是高於我們 那去年成功好去比賽 都成績不好 說實在的邀請來也邀請不來 就是今年奪得了第一名 日本突然感覺到 台灣有這麼厲害的選手 所以今年能來是很不簡單 那也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歷連跟桃園市政府 舉辦這個摩托車競賽 還有地檢署 反讀 反飆車 跟一些反詐騙 我們有一位地方 在做一些宣導 主要的意義也是這樣子 現在是經過我們這個 篩選的 當時現場的觀眾 或是嘉賓 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願報名 參加國際組 我們接受 我們國際組是開放的 任何一位選手 是認為說你的實力 能夠勝於這個 我們今天國際組的比賽 我們是接受你的報名 先挑戰 今天要加快一點的腳步了 我們在10年中 要準備我們 來 跟著走 來 這三位選手 來 都是我們這個老衆棄 來 台灣 記住摩托車的未來 是新的 好 去拍子 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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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請啦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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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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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